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万圣节就要快来咯 所以今天我们用各种不同的形状 来制作一只小可爱的小蝙蝠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两张正方形的黑色纸 一个小圆形 然后三种不同颜色的三角形 有黑色 橙色 白色 还有一个小蝴蝶结和两个小眼睛 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个双面胶带 江湖和剪刀 好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咯 首先我们需要将正方形的黑色纸张 把它折成一个小扇子的形状 如何折呢 小朋友可以从正面折一条线 折一条线 之后呢 将你的纸张反面再折 然后依换 然后依据次序慢慢的折下去 然后依据次序慢慢的折下去 好 看到了吗 它是这样的弧度 之后呢 之后呢我们需要用双面胶将这里黏着 把双面胶黏在前端 撕开 撕开之后对折 好 这是我们得到两个小小的扇子的形状咯 好 当小朋友得到两个小扇子的形状之后 我们也是需要将两个小扇子使用双面胶黏起来 好 选一个小扇子的旁一边 然后放上双面胶 好 之后呢 将另外一个小扇子平行 把它粘起来 变成一个大扇子咯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开始做蝙蝠的头部 首先呢 我们需要制作蝙蝠的耳朵 所以老师会想 先用两张黑色的三角形 和两张橙色的三角形 将橙色的三角形 涂上一点姜糊 然后粘在黑色三角形上面 另一个也是一样 涂上姜糊 然后粘在黑色三角形 上 好 之后呢 在前端 涂上一点姜糊 然后放在头部的左右两侧 看到吗 蝙蝠的耳朵就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眼睛 黏在小圆形上面 黏在小圆形上面 好 最后呢 蝙蝠尖尖的小瑶牙 我们也将它黏在圆形上 看吧 非常简单对不对 好 当小朋友已经制作好蝙蝠的头部后 我们将它黏在蝙蝠的身体上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小扇子咯 后面呢 老师已经黏好了双面胶 然后把它黏在这里 好 一只蝙蝠已经出来了 最后我们让蝙蝠带上 可爱的小蝴蝶结 好 老师放上一点姜糊 好 之后呢 将它贴在筋部 看吧 可爱又简单的小蝙蝠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在家自己制作 然后布置你的房间咯 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拜拜